受风箱农会持续辅导农民来投入有机农业 并起立推动小地主大专业农政策 为农业带来崭新的希望 希望可以结合县政府推动观光休闲产业 从低级的生产到加传的六级农业体验休闲产业 26号下午在受风箱公所旁举办了农策产品行销活动 希望借此提升整体产业的价值链和能见度 受风箱农会总干事黄启祥 秉持着让本土农业能够永续经营的理念 持续推动有机农业扶导青农从农 无论是一般农作或是畜牧产业 尤其明年美猪牛将进口更应该强化花莲在地生产的品牌 避免农友受到进口竞争的冲击 希望将优良技术传承 持续产出让民众安心的食材 受风在地创新在地农产加持行销活动 感谢县政府的协助跟帮忙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花莲好山好水好物产 然后在我们的全省各地都认为是我们花莲是 拥有最好的环境生产的这个农产品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配合县政府 要推动在地的一个品牌行销 那大家都知道可能明年1月1号开始 就有这个美猪美牛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在地品牌的这个建立 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更认识我们的花莲 然后用这个品牌的部分 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更安全 创新在地农产产品品尝农产品 加值行销活动的办理 内容包含了家政及青年农民共二十摊 促进家政班班员多元化发展的同时 利用在地特色食材 研发属于西瓜产业的西瓜棉特色料理 结合传统与创新 发想时下热门铜板美食 运用最简单最在地的料理 让最健康的料理食材 直接呈现体现食农教育 缩短产地到餐桌的愿景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